大家好 今天这一集要来分享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上周我跟我的高中同学们有一个聚会 那高中同学们当然年纪都差不多嘛 然后现场有人带来麦整宜 如果你不知道麦整宜的话 你就上网搜寻麦整宜 它的原理呢 其实就是很像中医把麦的方式 你去看中医师的时候 中医师帮你做把麦 透过麦搏 他就知道说你身体状况 那当然要找中医师帮你把麦 这个把麦中医师也很困难 那像我们这种不是中医师不是医学的人 我如何知道我的身体12经脉状况如何呢 这个就是有科学家以王维公教授最开始研究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气的乐章》 详佳解释这些麦整宜背后的预作原理 简单说 透过科学的把麦方式 就可以知道你的12经脉状况好还是不好 那现在麦整宜主要有两种方式在做测量 一种其实就像是血压剂方式 只是它是放在你的手碗这边 就像中医师帮你把麦 手碗这边它可以量手碗这边的麦 就知道你12经脉状况怎么样 那另外一种呢 其实是透过手指食指的末端 它测量的时候 就知道说你的12经脉状况怎么样 所以那天聚会呢 就有人带来手指末端 它这个叫做金母麦整宜 我也会把它网站写在我们这个影片的说明部分 结果你知道吗 透过这个金母麦整宜一量 哇 它上面显示 我的年龄比我现在十几年龄小了15岁 哇 我一量出来 现场的同学们突然大家都震惊了 因为大家年纪都是一样 那有的人量出来 比他现在年龄很老了10岁 那大部分量出来呢 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年龄 可能正负5岁左右 只有我这个人 大家觉得说我是个不正常的人 因为我量出来呢 居然比我实际的年龄小了15岁 那当然我其他的12经脉呢 基本上都是个健康的经脉 没有什么阳虚阴虚阳抗阴抗 这些状况 那当然大家之后都知道说 我打太极拳已经打了很多年 所以现场替他很多人一直公愿说 他们要赶紧跟我一起 都要来打太极拳 所以透过这一期影片呢 就要跟你分享说 其实真的打太极拳 你现在能看到这期影片 看到现在打太极拳 真的对你健康是有绝对的帮助 那我们现在透过科学的一期 去测量说 我的肯定状况的确是还不错 因此我相信你对太极拳真的是有兴趣 鼓励你真的开始打太极拳 你可以照着我们的影片 一招一拾的慢慢来学 他真的是长久打下去 他重点就是在长久 长久持续性的打下去 真的绝对对你健康 是有帮助他们 这一期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